这种东西一定是政治力的介入 就是选择性办案 最近都是针对政治性的 这一个快速的办案 主席被搜索立委帮喊话 检掉别选择性办案 同时间党务也不能中断 上午召开党团优先法案会议 党团三长除了吴春城外 麦玉珍也到场 我们下午会出席这个中央的会议吗 至于总招黄国昌似乎也不想多说 人早早就已经先在党团 黄珊珊接近中午时也到场 对此民众党也发出强硬声明 说无从获知对中央党部等地 进行搜索之理由与必要性 呼吁连检在搜索程序当中 切勿逾越侦查必要范围举动 另外跟呼吁检调要遵守 侦查不公开原则 误引导外界未审先判 伤害柯文哲主席之名誉 就在民众党主席请假 三个月后的隔天马上就被搜索了 所以民众党下午也要紧急召开 临时会议来讨论 到底是要代理主席 还是由秘书长周渝修直接兼任 立委身兼中央委员 都有资格互选代理党主席 现在民众党形同群龙无首 黄国昌也被点名是好人选 不过他曾说 入党条件就是不碰党务 只是他发文会努力承担 坚守国会岗位 也令人好奇 是否会在非常时期非常做法 民众党面临创党以来最大危机 各界都好奇到底谁来救党 把伤害降到最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